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鸡腿捡回来不要总是红烧了 像我这样做又香又鲜嫩 两个大鸡腿骨肉分离 加葱姜 半包盐焗鸡粉 一勺花生油 抓拌均匀腌制10分钟 盘子里铺姜片 摆上鸡腿肉 上锅正20分钟即可 取出切块摆盘 咸香入味全家人都喜欢 不要总给孩子叫外卖的炸鸡吃了 自己在家做的一样酥脆好吃 干净又卫生 路边捡来的鸡翅用左手改刀 放葱姜料酒去腥 一勺生抽 一勺奥尔良腌料 抓匀腌制10分钟 炸鸡裹粉是酥脆的关键 先裹一层粉 沾一遍清水 再裹一层粉 用力捏一捏 抖出鳞片 六成油温下锅小火炸6分钟即可 你要是学会了再也不用去肯德麦吃了 吃不完的香蕉不要再扔了 我教你做好吃的 香蕉去掉外皮 切成小段 先沾一层鸡蛋液 再裹上酥脆的面包糠 六成油温下锅炸至金黄酥脆 脆皮香蕉完成 茄子不要总是红烧了 像我这样做 外酥里嫩 好吃到停不下来 树上摘的茄子 切成夹刀片备用 肉馅中放葱姜 料酒 生抽 盐鸡精 花椒粉 一个鸡蛋 搅拌均匀 取适量肉末加茄合里 碗中倒入小酥肉专用粉 这是新鸡的关键 加适量清水搅拌成酸奶状 结合裹上面糊 油温七成热下锅 中火加至金黄酥脆即可 外酥里嫩 全家人都喜欢 很多人土豆买回家不是红烧就是炒 今天这个做法你肯定没见过 而且更好吃 碗中放入土豆丝 胡萝卜丝 葱花 岩石三香 四个蛋清 再加上一袋这个煎饼粉 这样做出来更加香脆 油热下入土豆丝 再整理成秒炒状 放入剩下的蛋黄 小火煎 煎至定型后翻面再煎 闻到香味就可以出锅了 鸡腿买回来不要总是红烧了 像我这样做鲜嫩又开胃 锅中烧水放入菜市场捡回来的鸡腿 加葱姜花椒 料酒 煮20分钟捞出放凉 切块装盘 碰碗中放蒜末 小米辣 盐 鸡精白糖 生抽 陈醋 两勺煮鸡腿的汤 凉拌菜的灵魂就是这个又香又辣的油泡辣子 再来点香菜搅拌均匀淋在鸡块上即可 香辣开胃 鲜嫩又多汁 不要总给孩子叫外卖的炸鸡吃了 自己在家做的一样酥脆好吃 干净又卫生 路边捡来的鸡翅用左手改刀 放葱姜料酒去腥 一勺生抽 一勺奥尔良腌料 抓匀腌制10分钟 炸鸡裹粉是酥脆的关键 先裹一层粉 沾一遍清水 再裹一层粉 用力捏一捏 抖出鳞片 六成油温下锅小火炸6分钟即可 你要是学会了 再也不用去肯德麦吃了 天才的点菜 好吃吗 可能是完美了 到现在最好吃的 一点点菜